发烧40度案例 这是我们老师的大儿子 以前一直不相信原始点 直到发烧40度 在医院打了三天的点滴 烧没退又喉咙痛 被老师发现的时候 嘴唇发黑 浑身发抖 非常难受地缩成一团 老师马上用原始点的方法 给他疏通全身温敷 每隔一小时 就给他喝一次浓深姜汤 从早上到晚上 一整天都温敷着 中间出汗 也一直给他换毛巾 到了晚上 精神稍微好一点 但是状况还不是很好 再用姜粉给他泡脚 泡完后 整个状态就恢复了 他自己换了衣服就回家了 第二天烧退了 喉咙痛的症状也没了 还继续温敷 喝浓深姜汤 第三天就去上班了 到了第五天 脸上的痘痘也都消下去了 前后五天比对 第一天 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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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词 中文字幕志愿 umaetime 谢谢观看